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7号星期三 昨天我就说了 贺锦丽显得民主党的总统 副总统的候选人 Tim Woods 我相信这一两天 他会把他所有的这些坏事都给他弄出来 结果果然今天就出来了 出来了好多 我大概看了看 其实有的还好 有的是差点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跟贺锦丽比起来 都其实不能算是中间派 基本上也是一个极端左翼 他们两个也许差了一个头发丝的距离 就这么个意思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劣迹斑斑 首先来讲2020年 当时他在民进苏拉州 在民进苏拉当州长 然后当时不是弗洛伊德被跪杀 那个事件 那个事件之后他就不管 不派国民警员队任凭打杂抢烧 当然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严重的影响 这是左派 当然他们当时那么做的是 其实不是左的问题 他们当时是有意让他们去闹 主要是为了想把川普弄下去 你知道吗 社会弄乱了之后 让川普下台 其实主要那是一场政变 那个东西 如果当时是拜登执政的话 他们就要管 就要维持社会治安了 你懂吧 但是当时是川普执政 所以他们诚心的就不维持就要闹 对这个 你要明白的意思啊 还有呢 就是说他有所谓的监管2.5亿美元的新冠欺诈案 全美最大的欺诈案 但是这个还在这个审理当中 这个后来 咱们再说啊 就是这个涉及到法律问题 而且我觉得恐怕很难给他定罪 这个就属于就是 没事找事了 这个走运好吧 那另外一个呢 他强迫了新冠病人的住院 导致大量病人死亡 这个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白左州嘛 当时在这个新冠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说蓝州和红州呢 形成了这个鲜明对比 蓝州呢就是管这个口罩什么的 管的比较多 管疫情管的比较多 红州呢就感觉就是大概结 口罩呢也就是可带可不带 也没什么 没有那么太多的人管 对对疫情呢也是就是那种放纵的那种 右翼嘛 红州呢就是那种讲自由 对不对 那左派呢就是说呢 这个疫情呢我们地管 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是说呢 把这新冠病人呢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吧 所谓的强制住院呢 就是其实就跟那方唐医院一样 让他们全方医院隔离 要他们强制隔离 所谓的导致大量病人死亡呢 这个怎么说呢 他这个事儿当时是这样 当时呢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误解 当时总是认为呢 应该用这个呼吸机 上的呼吸机 当时不是美国没有呼吸机 要买呼吸机嘛 结果后来发现呢 这个用了呼吸机和不用呼吸机呢 发现不用呼吸机的存活力 比用了呼吸机还高 是这个呼吸 因为他这个肺部出问题了之后 呼吸机之后呢 对这肺部反而有伤害 导致可能死亡率更高 所以这呼吸机 但是呢就是反正最后吧 就是反正就是觉得呼吸机 咱不说它更糟吧 最起码是没帮助 后来再也不提呼吸机了 还记得吧 早期的时候都在抢呼吸机 后来发现这东西没用 没用没用就再 再也不提这事了 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所以当时呢 这个入院之后 可能上了呼吸机吧 你懂这意思吧 反正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那这个反正也算在他头上了啊 这个 这个我觉得他倒是好意 就是想要这个防止疫情 对不对 当然右翼呢受不了啊 还有呢 新冠爆发之后啊 发表了耸人听闻的 他一个说法 他说病毒啊 是这个中共制造的 有种族歧视的这个病毒 因为什么呢 因为新冠啊 不合比例的感染呢 有色人种 说非洲裔社区呢 比其他族裔社区呢 高两倍的这个 这个当时也有这个说法 我觉得还是跟社会习惯有关系 你看日本那边 它的这个传染率 就比别人稍微好一点啊 你不要注意这种 就是说受药距离啊 个人卫生什么的 就会好一点 我觉得有可能是 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这个最后呢 这个当时反正是他们 他们就疯了 疯了当时这么胡扯 那现在看起来 其实是没什么依据的 最后的这个 经过这么多年的 再反过去去研究呢 发现其实并没有 对任何族裔有什么 特别的这个不同 其实就没有明显的不同 这个从学术上来讲呢 没有这种 学理上的这种支持 那当时就是 疯了一样 说扯扯没有弄的啊 嗯 还有一个什么 他提议呢 把天然气税呢 增加70% 就是呃 左派嘛 就反对使用这种传统能源 要用那个电啊 什么的 就是这种传统的天然气啊 石油啊 他都是啊 要增加的 石油增加70% 还有呢 在他任职呢 这个民进苏达州长期间 民进苏达州平均 每户 每月的支出 多了1200美元 啊 每年呢 多支出了3万美元 这个呢 就很难说 因为这个疫情这段时间吧 他整个物价在上涨 大家的支出都在这个呃 增加成本也 也都在增加 物价在在上涨 工资当然也在涨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你说都怪他也 不管怎么着吧 接着说啊 还有呢他实施呢 非常严厉的风控措施 并且设立热线 让人们可以告发邻居 哈 其实这有点学呃呃 呃 学中国 就是说呢 相对来讲就是有一点一些 封锁吧 对于一些呃小商家 也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呢 如果你的邻居得了疫情 还满手乱跑的话呢 你要去报告 去抓抓邻居 反正这个也是就是左派吧 在在抓疫情 你说这个 你就中共那时候不也都想清零吧 差不多这意思啊 还有呢 他签署法律为非法移民的提供驾照 免费大学和免费的医疗服务 这个怎么说呢 左派就觉得非法移民进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生不出孩子嘛 非法移民进来 都是我们联压劳务力 然后他们来干活的 这就这么个意思 你懂吧 所以呢 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这个方便 呃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现在美国人主要抱怨是什么 就是说你给这个非法移民的福利待遇太好了 有些合法移民的时候 得到的福利待遇 其实可能都没有那么好啊 还有呢 他这个签署法律啊 在南童的浴室里边放置月经用品 当然这又受到左派的问题 他就认为 那这里边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是呃 女人的身体 在那觉得自己是个男的 他可能啊 但是他也会发生这种月经 还要 我 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 我不太懂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反正他们有他们的逻辑好不好 他们对性别这东西呢 有他们独特的这种思维方式 我们年纪大了也理解不理好 好吧 然后呢 还有呢 让明尼斯大州成为呢 这个儿童变性的呢 这个庇护州 就是帮助儿童庇护 这是他 这是他的这个 就是对于右翼来讲呢 就是说攻击他的呢 一个劣迹斑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伊朗马斯克对对此呢 也是非常烦对吧 也是说这个啊 还有呢 通过全国全美国啊 最激进的堕胎法案 将杀害婴儿呢 合法化啊 那当然呢 这个反正就堕胎方面 他们在这个互相指责嘛 但是他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明尼斯大州啊 以前要求什么 如果堕胎失败了之后 这婴儿还是出生了 那么要给婴儿接受呢 医疗护理 就是说你还要救了 你堕胎没失败 你失败了 比如银产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小孩活了 活了的话 你不能弄死他 然后你不能扔到那儿 不管了啊 但是呢 这个他呢 当明尼斯大州州长的时候呢 废除了这条法令 也就是说 如果早产儿银产出来之后呢 就要么就 其实我觉得就这种时候呢 你还不如给他来个痛快的 对不对 你说你不管呢 搁在那儿让他等死 更漫长更漫长的折磨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反正他把这个呢 这个就原先明尼斯大州 要求堕胎失败之后 初生的婴儿 要接受医疗护理的法律呢 给废除掉了 所以说可以不管 就是我们只要弄出来 就死活就扔到 我们不管了就完了 但这个呢 其实清产就比较残扰了 我觉得你还不如 他干这事 反正我们就直接给他安乐死掉了 还好一点 你不管扔拉一桶里吗 我不太清楚 他们这个 这是这个 左翼为什么这么如此残忍 对不对 你就是弄一只猫 弄一只狗 如果银产出来没死 你难道就活着不来 扔拉一桶里去吗 他 这是个人吧 他们为什么 我不知道 左派总觉得这是块重 左派认为这一块烂肉 扔拉一桶里去完了 不动管了 母亲上一块肉 所以这个母亲可以决定 你要是这样子 那就不叫母亲 你懂吗 叫宿主 你懂吗 因为他 你把他当成一个孩子 当成一个人对待 你才是他的母亲了 对不对 你又把你当成吃上一块肉的话 这只是你的一个 肥胖病患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但是反正 如果是肉的话 你没有哪块肉 你给哪块肉当母亲 是吗 你能跟我说说吗 你能让婴孩肉 把你叫母亲吗 这你谈不上母亲的问题 对不对 你只要谈母亲这两个字 那还是面对孩子了 对不对 但是反正算了吧 他们有他们的伦理道德 好不好 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也理解不了 好吗 然后在他领导之下 民进苏大洲的教育支出增加了 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 能够以年级的水平 以本年级应该有的水平来阅读和做数学题 他们反正就是左派 觉得就是欢乐教育 来了之后读书无所谓 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你知道吗 左派的教育方式 所以这种小孩这个字也不认识 数学题也不会做 就在胡搞放洋式教育 就他们的观点 还有他们他就是骂了川普 及川普的支持者 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当然这个就是左派右派的观点不一样了吧 但是反正也在四地国家 最起码 还有在他的部队即将部署到伊达克时 他退出了国民警卫队 拒绝服役 对右翼来讲这都是问题 右翼认为为国家服务 左派有点想法 川普的副总统J.D.Wenz 说沃尔子和贺锦丽 他们两个是非常interesting的搭档 有意思的 但是因为什么 你看他说team沃尔子允许骚乱者 烧毁了明尼苏达波利斯的 很多的这种超市抢劫烧毁 那么有少数实在搞到太过分的被抓了之后 贺锦丽就去帮助他们 去保释他们 当然这是在加州 烧毁苏达 他说他们两个其实就 他的意思本质上 他俩没什么区别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说不要跟我说什么 这个team wars比这个贺锦丽 更靠近中间 没有 对于我来讲 两个都是这个极左 都是极左翼 没有任何的区别 J.D.Wenz也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他们俩之间的距离可能 真的就一个头身 就这点距离 所以并没有靠近中间 就选了一个疯子出来 川普也选了一个疯子 这个贺锦丽也选了一个疯子 但是也没办法 这两党现在撕裂太严重 两党撕裂太严重了 所以就没辙 我说实话 就看到这两个 这个副总统贺锦丽的话 我希望两个总统贺锦丽 还能长百岁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跟这个贺锦丽比起来的话 我可能 如果跟team wars比起来 我可能更喜欢贺锦丽 川普那边也是 希望如果他们 不管是贺锦丽还是川普 不管谁赢了 希望他俩能够坚持住 不要让两个神经病副总统上来 好不好 我看我头疼 好吧 对 我也说看看 咱们社区 咱们社区 我昨天 发了一个什么 对不对 发了一个 在社区里搞了一个投票 搞了投票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 我的投票是说 我说贺锦丽和川普 分别选了两个副总统 我把那别的给打错了 他不能改 不能改就算了 我说你更喜欢哪一个 然后两个人 一个是民主党的team wars 另外一个是共产党的gdbans 然后我还给了另外一个选项 就两个都不喜欢 想看看结果 结果这个选项 有了47%的投票 将近一半了 对不对 就快一半了 然后在剩下的53%里面来讲 38%的人更喜欢民主党的team wars 然后16%的人喜欢共产党的gdbans 那38%对16% 基本上已经是16%两倍还要多了 两倍是32% 对不对 两倍还要多 那么还是更多的人选了民主党的 就是怎么说呢 咱们华人 另外一个小伙伴的观点也是 他说咱们华人观点都一样 就是说我看看他说的什么 他说这个段 他说首先来看 你看深层政府 安排team wars当副手 可见华尔街想和中国合作挣钱的心情 多么的迫切 说他觉得对中国比较好 这其实还不好说 他现在到底是对华鹰派 还是对华鸽派 其实不好说的 我觉得你们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 搞不好他并不是一个鸽派 有可能是鹰派 这是好说吗 别看他去中国 教过书 学过中文 他很可能更烦 对不对 他说这个 Words到底是好是坏 可能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看法 但至少 这个team wars的票 比GD1多多了 他说你看 连你们社区里边这个票也是 就是说 选给这个Words的选票 比GD1多的两倍还不值 他说 他还认为 这个team wars呢 是把这个贺锦丽呢 往中间拉了 但是这个GD1 把川普呢 再往右边拉 所以在左派原理呢 川胖也是极右 他说这个也没区别 你觉得这个 川普和GD1是区别 但左派认为川普和GD1之间 也就隔了一个 隔了一个陶伏斯的距离 所以这是意思 所以就这么意思 所以他呢 他也说 他说GD1都是借记法西斯了 你知道吧 你看这个 要不他们刚刚说这谁啊 说这个team wars 说川普和川普支持的都是法西斯 可是你看有些老百姓也是这么觉得的 好吧 那也就是没办法 反正现在两党嘛 撕裂的太严重了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很多问题呢 在左派眼里看来都不是问题 在右派看来 简直就是个疯子 就是看你的屁股坐哪了 好吧 那大体上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希望两个候选人呢 长久百岁 好吧 我真的不想看见两个副总统 谁上来 我那天啊 我真的 我要移民 我要去哪移民呢 我不想在美国待 我要二次移民了 受不了了 简直 美国现在一帮疯子 好吧 那这些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